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空翼平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 我们就讲一讲美国和德国 因为大马sir要休息三天,加油起事 所以就我自己solo几天 但是 节目开始之前 唱首歌迎迎景 因为 今次德国就向乌克兰 奉献一件事 这件事 当然是在拜登政府重压之下 这样做 这首歌就来自郭富城 说到嘴边却未能言 留下落幕的一张念 伤你的作一阵挂念 我发现 说到不知不知浸船 这黑是海的空里面 相说的爱无上几下 却太乱 寇 能奉上千万年 和否开心一片 与心里留名字 及眷暖 如今 黄昂与千言 迎亲不设一片 酸爱事全奉献 这次 德国 只可以真是奉献 奉献什么呢 就是 之前 乌克兰要求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次的 炮伊坦克 本来德国就不肯给 你知道现在乌克兰有个很疯狂的想法就是 连俄罗斯国土 都要动手 这不是我说的 是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的 就说不要担心 我们 不可以害怕俄罗斯 这个国家 是解体的 你说 自从奥乌战争爆发以来 德国已经向乌克兰输送大量的军事装备 但是德国 始终拒绝 将主战坦克 列入援助乌克兰的清单 为了说服德国官员说服家的引号 奉献你 是什么呢 美国就想着 向德国政府施加压力 之前已经说过 欧盟的盟友应该做得多些 其实就是暗示德国的 现在他又说了 这个法兰克福汇报就说 两名 能够接触到 美德双方 人员的 官员 就和这份报纸做过 独家访问就说 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 就在 10月时就向德国总理 的外交及安全 政策顾问 就发出信号 就说 美国支持 德国 向 乌克兰提供 战义主战坦克 你记住支持 当然是暗示为你给的 支持你给钱 又不是你 沙利文在通话当中就告诉德方 美国赞成 德国 向乌克兰交付 泡尔坦克 但是德国政府 你们主动一点 美国 不会主动要求德国这样做 你真是好笑 赞成 不会主动要求现在就是施压 这个 德国报纸都说 你赞成 我们不会主动 叫你们这样做的 但是打个电话去 这个挺好笑 我们主动 不会这样的 但是我打个电话叫你 想一想 赞成 其实沙利文 在10月份的时候 已经 向德方发出了信号 就是 德方交付坦克 没问题 照去吧 德国就不多想 德国政府 并没有否认沙利文 向德方 发出的这个信号 一名政府发言 亦都回应媒体就说 德国始终有跟美国等等的盟友 保持接触 讨论共同支持乌克兰的 办法 但是 具体的细节 是国家机密来的 怎么可以告诉你 政府亦都说每个国家都会 自主决定 军事援助的内容 是的 自主决定 但是他给你压力 顶你 美国方面亦都没有证实 亦都没有否认 没有证实更加是没有否认 两样都没有 就是沙利文有没有打电话去 不过 昨天 沙利文就说 美国感谢德国 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美国将 其实他有通声器 将叫德国自己决定是否提供 主战坦克 不会提出任何要求 其实你经常挂在嘴边就是叫 这个不是我这样说的 德国媒体都说 其实现在这样等于向你施压 在否让乌克兰炮异主战坦克这个问题上 其实德国内部也是很大犹豫的 这个 分裂也挺厉害的 美国到今时今刻为止 也没有向乌克兰提供过任何西方 主战坦克 你记住 是美国自己也没有提供的 所以德国的军事专家就认为 德国 要做这个先头部队 奉献出他的主战坦克 有充分理由相信 美国 是要德国这样做的 其实你整天挂在嘴边就知道是 他有没有叫英国这样做 没有 同样地 波兰 军队 都是配备了 炮尔坦克 所以乌克兰 可以直接在 轮角波兰 维修这种 类型的坦克 换成美国这样就做不到的 所以说 你们容易一点 你们想 不是做不到 是花费很大 看看他有没有这么深做 德国 当前 有能力向乌克兰提供一定数量的主战坦克 单单在 来因金属公司 和 威甲曼公司的存货来看 短期内可以给到80架给他 但是德国自己也要的 其实现在这样美国就夹你上战车就说你又不就给他 但是德国已经说过自己的军备 的库存相当不足 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德国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但是始终 没有将主战坦克列入援助清单 德国政府就担心 向乌克兰提供 德国主战坦克 可能会引发北约 和 俄罗斯之间的直接对抗 但是 德国政府态度当然是令到 乌克兰很不满 乌方已经多次 在 闹叉德国 就说为什么还不让 炮尔主战坦克等等的重型装备 11月5日 新任的 乌克兰朱德大使 他当然是顶了梅里尼克 梅里尼克就是 一个 简直法西斯 我们看回最新的 朱德大使 马海耶夫曾经也敦促 德方 要援助主战坦克 几乎 有理由希望 帕林快点交付坦克给我们 希望我支持你 你肯定是跟拜登说我要他给的 没有 另外 富列巴 乌克兰外长 亦都在日前的简部 要求德国发挥领导作用 尽快向 乌克兰提供 炮尼主战坦克 和外国者防空 系统 他亦都说 德国当前 应该 不要想那么多 当然了 不是你的钱 当然不要 好 德国 应该解除 军备援助方面的禁令 放胆点 现在美国就逼你 因为美国现在有些事情做不到 因为共和党上了台 拜登也不敢 狼胎给那么多 最新的军备给乌克兰 德国给 是不是 不是叫 盟友盟友 说就说盟友 小弟就小弟 其实 欧盟 在军事上是没有说法的 这样才可以保护到 欧洲避免 被俄罗斯搞的 德国联邦政府的网站 亦都显示 目前德国 已经提供了包括30部 列炮 自行高炮 和14门 PZH H2000 还有五途 Mars II 多管火箭系统 还有 IRIST 防空系统等等 德国的 防长 南部雷希特 11月更加说德国将会在 斯洛佛哈建立维修中心 并且明年6月之前培训5000名乌克兰士兵 其实该做的事都已经做了很多 现在德国自己的经济都一样 你也知道 德国其实 最大惑的命门是什么呢 就是天然气 这个都不用说 告别了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 其实德国自己的经济 尤其是工业经济 德国媒体都说得相当的重 面临崩溃 因为始终 能源那么贵 所以就迁去美国 所以美国又给压力 你 给 主战坦克 给乌克兰 又要 通过这个 削减通胀法案 就令到 欧盟的巨企 产能迁去美国 所以 说真的 大佬是霸道一点 着水落多一点 之前德国 有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介绍过 路德维希港 就有一家世界第一化工企业 就是巴斯夫 当然 最大 和最热闹的 一个 企业 其实它好像在城市那样大 它的规模 有整个小 应该整个震那么大 不要说城市 整个震那么大 它是世界最大的 综合化工厂 拥有欧洲最大的污水处理厂 之一 我去过的 因为以前读環境工程 一定要 参观一下这个 德国做得很好的 亦有自己的医院和消防队 对于 路德维希港来说 他的命脈当然是天然气 他们快速通过他们密集的 管道网络 就靠天然气 发电 他们有自己发电厂的 当然天然气 是化工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原料 在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 其实 已经是等于 变相摧毁了他们主要的供应商 因为他们 主要供应商就和 俄罗斯是签了约从俄罗斯拿起来的 其实说真的德国 不想和俄罗斯搞得这么僵都对 如果将来 没有战争停了 那德国 说他有机会再拿回俄器 当然西方不会 这些西媒当然是 做了整个舆论不会让你这么快拿回俄器 但是将来没人知道 面对 天然气价格这么高 记得 连德国自己的军备 都要 在 Suspend 即是购买各方面製造 因为你现在的 天气价格高的带来一系列的通胀 而且你要知道有些如果跟美国买的话 欧元兑美金也跌了 所以 之前 很多欧盟的 领导人说 这次澳湖战争其实美国有没有得着呢 真的有 公道点说当然是有 作为全球最大的这家 化工厂 巴士夫 博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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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採取的应对措施就是关闭安工厂 降低 越缺工厂的 运行速度 所以 两种 化学原料 的生产已经停了 这两种很重要 这两种原料 是用在製造大量 关键产品 当然这些产品 对于现代 产业供应链 或者价值链 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供应链不和价值链 产业供应链和价值链 是很重要的 巴士夫 的负责人亦都说 天气价格这么高 造成 要从海外进口安气 给自己制造安气 更加便宜 只可以进口 到了10月 其实这家公司 走得更加远 认为能源成本的上涨 已经严重削弱了 欧盟国家的竞争力 包括德国 一定将整个行业 重新审视 而且是改革整个业务 巴士夫的 CEO 他有个中文名 因为他经常去中国 因为他另外一家大厂 在中国建立 他们的CEO 博木洛 亦都说 尽快 记住是永久性地缩皮 在欧洲 计划大部分 削减将会在 德国的路德维希 本来是总部 跌过总部就是大量削减 其实巴士夫也不是一个 个别例子 自从今年夏天 德国和欧盟其他各地的企业 一直适应 俄罗斯天然气 消失的这个局面 当然有人说 他不是从美国 买液化天然气吗 是 但价钱 比俄气贵几倍 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你叫他减价 当然不肯 这个马克龙还说 情与意值千金 拜托帮我减价 惯你也傻 其实 现在 欧盟很多企业 自己都要省电 将灯光调暗一点 改用石油石油亦都贵了 之后因为你有 帮俄罗斯石油限价 之后 只可以削减产能 不是怎样 你都没有能源 这些公司就是 考虑 移到美国或者中国 引发了德国 这个工业大国 的担心 而且美国在 通胀削减法案 似乎不会让步 长期以来我们看到 德国的商业模式就是靠 廉价的俄气 作为他们能源的保证 现在 搞成这样 俄好战争又要政治正确 要制裁俄罗斯 就自己吃了 可以的 说真的 是可以这样做 但是 你要估计 评估自己的损失 其实 这次西方是 计算错了 因为他们觉得俄罗斯很快会跪下 用这么多制裁措施结果是没有的 德国 当然 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 他的工业模式 亦都相当典型的 他对全球化和 商户依存 其实 这个是 之前 全世界 不单止是西方 其实发展中国家都是 全球化和商户依存 是 令到 过去20年相当繁荣 现在要变 很多东西都变了 其实 我都说过自从特朗普上台要抗中 我战争 要政治正确 要制裁他 其实 说真的 我觉得 没得谈 全世界 全球化是否会停 不会 但是 它是一个一个集团的全球化 亦有人说这个是全球化2.0 但是这些 一个个的集团 当然跟真真正正以前的大全球化 是有所区别 其实 我们看回 德国为什么要向美国跪 因为德国 和其他欧盟国家 将他们国防安全 难听说 是外包给美国的 所以 你有得说不? 没有 亦都看到 现在 亦只可以慢慢适应 产能外移 产能外移 是没办法的 因为你的能源贵 没有了便宜的俄气 另外还有 就是 一些 工业可能会适微 欧盟国家 因为你始终能源贵 对德国来说伤害很大 亦都没办法 美国施压 第一能源亦不会便宜些买给你 第二 就是 通胀削减法案 它亦都不会帮你修改 你自己 去补贴 第三 在俄欧战争 它肯定叫你 给点给乌克兰 等于变相 美国自己比较少 对吗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